聊斋志义 普松林 白话翻译 贾珊珊 五笑脸 五举人石某带着钱财前往京城 准备谋求官职 来到德州时得了报病 吐血不能起身 整天躺在船中 他的仆人抢了钱财逃走了 石某气氛异常 病情加重 而且连买食物的钱都没有了 于是船家想抛下他 这时 恰巧有一位妇人乘船前来 夜里在旁边停泊 知道了这件事 自愿让石某乘她的船 船家大喜 把石某扶到妇人的船上 石某一看 妇人四十多岁 衣饰华丽 仍然很漂亮 她艰难地说着话表示感谢 妇人进前仔细看了看说 你原先有老病的根子 现在已奄奄一息 石某一听 放声哀哭 妇人说 我有一种玩药 能起死回生 如能病欲 可别忘了我 石某挥泪其事 妇人拿药给她吃 过了半天 已觉稍微好了一些 妇人在床前伺候她吃好菜好饭 像对待丈夫一样照顾她 石某更加感激 过了一个多月 石某的病完全好了 她跪着爬到妇人面前 敬重她像敬重母亲一样 妇人说 我孤单一人 无依无靠 如果不因为姿色衰减而被厌恶 我愿意当你的妻子 当时石某三十多岁 丧气一年多 听到这话大喜过望 就相欢好 于是 妇人拿出积蓄的钱来 让石某到京城疏通关节 相约等她返回时 两人一同回家 石某前往京城攀附权贵 受任为本省的门卫武官 剩下的钱买了安玛 显赫非诚 终究觉得家中发妻 年老色衰 服侍理想的配偶 便用一百两金子聘取王室为济世 她心中惶恐胆怯 怕妇人听说这事 于是 绕路去上任 历史一年多 与妇人不同音讯 有一位石某的表兄弟偶然来到德州 成为妇人的近邻 妇人前去打听丈夫的事情 妇人前去打听丈夫的事情 表兄弟如实相告 妇人大骂 对他讲了他的事情 表兄弟也替妇人不平 安慰劝解说 也许表哥官署里事务繁忙 还无暇顾己家事 你写一封信 我帮你转交 妇人一言而行 表兄弟郑重地把信交给石某 石某却很不在意 又过了一年多 妇人自己前来寻找石某 先住进旅馆 请官署里接待宾客的利益通报姓名 石某命人表示拒绝相见 一天 石某正在聚会欢迎 呼闻吵闹之声 放下酒杯 宁神静听时 却见妇人已经先连进来了 石某大为惊骇 面如土色 妇人指着石某骂道 薄情郎 过得挺快活嘛 想想荣华富贵是从哪来的 我对你情分不过 即使想讨小老婆 跟我商量商量又有何妨 石某吓得不敢迈步 连大气也不敢出 过了许久 他直身跪下 一头扣地 花言巧语 百般求饶 妇人才放过她 石某与王氏商量 让王氏兼妇人时一昧自称 王氏很不愿意 石某苦苦恳求 才去见妇人 王氏与妇人互相见了礼 妇人说 妹妹别怕 我不是蛮横妒忌的人 过去的事实在是人情难以忍受的 就算妹妹也不愿意有这样的男人吧 就与王氏讲了以往的一切 王氏也很气愤 两个人一同将石某训斥一番 石某无地自容 只求改过赎罪 于是大家相安无事 起初 妇人没来之前 石某曾命门人不要让妇人进来 到这时 石某向门人发火 暗中责问她 门人坚决否认 说开门的钥匙都没有动过 也没人进门 所以很不服气 石某疑惑不解 却不敢去问妇人 二人也说说笑笑 但终究不再亲热 幸好妇人闲静温顺 不争床地欢爱 晚饭后关门早早睡下 并不问丈夫在哪里安歇 王氏开始还怕地位受到威胁 看见妇人如此这般 对她更加敬重 每天临临时分便去请安 像侍奉婆婆似的 妇人管理下人也很宽容公正 但是凡是明察秋毫 有一天 石某丢了官印 整个官署乱作一团 大家很不安 但是想不出什么办法 妇人笑着说 别发愁 把井淘干就能找到 石某照办 果然找到 石某问她怎么知道 妇人笑而不言 隐约间 似乎妇人知道偷印者是谁 但始终不肯透露出来 住了一年多 石某观察妇人的许多行为易于寻常 石某产生了疑心 时常在她睡后让人去偷看偷听 只听见床上整夜有抖动衣服的声音 却不知为什么 妇人与王室互相极为同情怜悯 一天晚上 石某因为公务外出 妇人与王室喝酒 不知不觉地喝得大醉 躺下后化为一只狐狸 王室怜惜妇人 给她盖上一床棉被 不久 石某进屋 王室将事情告诉了石某 石某要杀妇人 王室说 即使她是狐狸 又哪里对不起你 石某不听 急忙找佩刀 这时妇人已经醒了 骂道 毒舍的行为 财狼的心 不可以托付终身 你以前吃的药请还给我 便拖石某的脸 石某感到一股像浇了冰水似的阴森森的寒意 只觉得喉咙里奇痒难忍 一口吐出来 而完药依旧如故 妇人拾起完药 生气地静止出门去 去追她 已经踪迹咬然了 石某在半夜救病复发 咳血不止 半年以后就死了